台湾在丢失中美洲的一个邦交国 宏都拉斯宣布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导致台湾的邦交国数目 从14个减到13个创下新低记录 根据官方说法 宏都拉斯是因为经济需要 加上台湾拒绝增加财务援助 才决定断交 根据资料 宏都拉斯与台湾在1941年4月9号建立外交关系 至今已经有82年 但碍于经济利益和国家发展考量 决定和保岛分手 宏都拉斯外交部部长雷纳 星期三接受Kanel 5电视频道采访时表示 宏都拉斯曾要求台湾将每年得到的 2亿2千万令吉援助加倍 并考虑调整国家对保岛的27亿令吉债务 但都没有取得积极回应 加上宏都拉斯面对的900亿令吉内外债务 正在淹没这个国家 因此卡斯特罗政府开始寻求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强调这个决定是在与美国和亚洲盟友 对话后做出的 希望可以继续加强与华府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不过政治分析员对断交的宣布感到遗憾 认为这个决定对宏都拉斯的弊大于利 与台湾断交也意味着宏都拉斯和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等历史盟友的世界观背道而驰 宏都拉斯是中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有将近7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当中 近年来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相继放弃台湾 转向与中国建交 目前台湾只剩下13个邦交国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